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Christina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Peter 你有听过台南清化果菜市场的有趣提醒吗? 他们把玩具假钞贴在地板上 以起民众的注意 其实是要提醒大家小心阶梯 那很有创意耶 这样的方式真的很吸引眼球 让人一下子都把视线留在地板上了 是啊 一整排千元大钞的样子 让人走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可是仔细一看 原来这些只是千元的便利条而已 太巧妙了 这样的点子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而且确实能吸引民众的目光 让大家小心的看着地板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 过去这个地方常常积水 为了解决高低落差的问题 他们垫高了地面 但为了避免民众半岛 就粘贴了这些玩具假钞 提醒大家留意 这么用心的提醒方式真的很棒 而且还有网友大赞这个创意 我觉得这种方式 应该可以适用在其他地方 提醒大家小心走路 对啊 不过也要知道这只是在特定的地方有这样的安排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点子真的好有趣啊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 地板 floor 地板 floor 地板上有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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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单字 改善 improve 改善 improve improve your own shortcoming 改善自己的缺点 improve your own shortcoming 改善自己的缺点 第三个单字 玩具 toy 玩具 toy my brothers like to play with toys 我弟喜欢玩玩具 my brothers like to play with toys 我弟喜欢玩玩具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地板 floor 改善 improve 玩具 toy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